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钉木模板施工程序的重点 储水缸模板要用穿墙螺丝收紧 储水缸模板的混凝土施工缝要高于最高的水位高度 水位以下的所有位置不可以留后座位或留孔 要先把转换楼层的模板长托设计交给工程师审批才可以开工 转换楼层要有足够的支撑方和鞋板来承托 钉鞋面模板时 拖架要用木垫垫住底部防止移位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 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这个事是没有造型的